好 这新闻来关心的是在新竹县虎口乡 有一个男女同学套房近日传说恶臭 而房东入内查看之后 发现卢姓女房客的蔡姓男友 全身赤裸裸躺在床上没有生命迹象 而警方初步勘验之后 发现这死者的生殖器官整个掉落 而且遗体发黑肿胀 这研判死亡已经超过一个礼拜 公寓大楼拉起封锁县 路过民众纷纷无助口逼快步离开 因为在新竹虎口工业区 这间出租套房门口 不时传出令人恶心的石臭味 附近邻居被臭到受不了 房东赶紧前往查看 一打开门 没想到是如此惊悚的画面 死者的同居女友 多日来陪伴在遗体旁边 一脸镇静 像是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甚至还认为男友没死 要打119抢救 警方前往调查发现 48岁有毒品通气前科的蔡姓男子躺在床边 地板上已经死亡超过7天 遗体早已渗出失水 死状相当凄惨 这个蔡姓男子 死亡多日 身体有肿脏 有失斑的情形 最主要我们发现 他的生殖器有异味 一颗在他的头部后方 一颗是在他的脚部的前方 案发后 如性女子被警方带回派出所 疑似惊吓过度 情绪相当不稳定 满口胡言乱语 对于男友为何死亡 下体伤势如何而来 全都答非所问 两人搬进出租套房 才一个月就闹出人命 由于男子遭到毒品通气 他的死是否和毒品有关 还是情侣争吵 才痛下杀手 还有待检警 进一步厘清 专闻新闻新竹 综合报道